第七大罪 光源暗之交戰 繼七大罪 光源暗之交戰之後 七大罪又有新遊戲囉 Nept Marvel 這次推出的七大罪 起源 將採取開放世界的模式 並預計在各大遊戲平台推出 玩家可以操作熟悉的原作角色進行地圖探索 不管是在海底尋寶或是原野飛行都做得到 遇到過不去的地方 還能夠呼喚夥伴來協助前行 進行動作時還會有耐力值顯示 看來得要隨時注意喔 而讓人在意的戰鬥則是玩家在進行攻擊之餘 還要閃躲異常快速的紅色警示區 就算瑪琳能夠瞬間移動 看起來還是非常危險喔 戰鬥畫面看起來非常華麗 跟角色的技能連接也相當正常 只是目前還沒有確定的上市預期 喜歡七大罪的粉絲們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一下吧 就在可以選擇 感谢观看